上期视频发布后,很多朋友对我的室内菜棚感兴趣 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最后也会更新在生长棚里的番茄育苗状况 我的室内种植棚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植物生长灯和生长帐棚 在室内育苗或种菜,光照不足是引起土长 甚至植物病弱不健康的主要原因 即使放在朝南的窗户,因为冬春阴天多,很容易就缺光了 不过,懈怠科技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法的 那就是植物生长灯 它就如同一个人造小太阳,提供了更适合植物生长的光谱 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生长灯 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上千不等 当然对应的就是覆盖面积和功率的不同 我的这个生长灯是Mars Hydro TS1000全光谱LED灯 无限接近自然阳光,适合植物生长的所有阶段 功率是150瓦,而且它是亮度可调的 这旋钮的数字标志着光照强度的百分比 我看YouTube上有人测过 比如你调到20%这里,功率就是30瓦 按照产品指南,25%用作育苗 50%最适合生长期,而75%以上就对开花有利了 其实我之前搞错了百分比 我的菜开花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亮度太高了 当然光照时间太长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这个生长灯其实不光用于育苗 冬天用来种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像我的冰菜比室外同期苗就表现更优异 我现在是调到50%,同时又种菜又育苗 可能就要分配一下位置 比如中间放菜,周边育苗 因为它的光照强度呈辐射状 确实是中间最强,然后向四周递减 亮度调节旁边的这两个插孔 Channel 1,2是用于连接更多同类生长灯的 我就用不着了 在旁边是生长灯开关 电源从外面引进来 为了根据需要保证光照时间 我们另外接了定时器自动控制 光照可覆盖面积是根据悬挂高度变化的 从560厘米开始 感觉上挂多高就能覆盖多大面积 当然最高也只能一米 否则光强度就衰竭得很厉害了 我挂在差不多一米的高度 应该可以至少覆盖一米肩方 并且因为我用了生长帐篷 你看它的墙壁都是反光材料 从我的世界看 我觉得对我这个一米二建方的种植面积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哪种生长灯 总要找个地方固定 有的像台灯 有的用架子 光照覆盖面积有限 而用生长帐篷不仅容易固定生长灯 还可以让光照更有效 我的生长帐篷是Spider Farmer的 一米二乘一米二面积 高度大概两米 质量做工看上去都不错 这是个观察窗口 一目了然 门呢是拉链式的 内部是钢管支架结构 很稳固 上面有横杆 可以很容易用它自带的吊绳就挂上去生长灯 也可以挂吊盆 或者给星红柿拉绳 还有好几个通风洞 有绳子可以调节洞的大小 我看到好像也有卖古风机之类的配件 来保持空气流动 我呢就每天开门一段时间 让空气流通 这样植株会更健壮 或者直接用手这样轻轻拂过小苗 也会有帮助 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还疑惑这样的高度是不是有必要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不到的 现在觉得其实空间大了 空气流通会更好 这一套系统搭建非常容易 它自带的配件也简单好用 我的这个菜棚确实就如网友猜的是放在车库里的 如果你有阳光房或其他空余的房间 自然也是可以的 当然必须是在室内 因为它并没有防水的功能 有网友好奇费用 我就来列一下 这个生长灯不到150美元 生长帐篷比较贵 大概200美元 但我看到有根生长灯配套的帐篷 小一点 80到100美元左右的 我觉得也很好的 至于电费 我家理工难算了一下 每天不超过2毛5 你可以依据150瓦在不同光量百分比 乘以12到16小时每天这样来计算 从种植的性价比来说 是否值得见仁见智 我原来以为我们加州这样温暖的地方 也许根本用不着室内菜棚 但我试用了厂家送给我的这一套系统后 还觉得挺惊喜的 不仅有不错的收获 还是一个全新的种植体验 最重要的呢 是我今年育苗就不用担心了 不过请大家自行判断是否购买 我不会有任何获利 只是如实报告我的使用心得 最后给大家看看 两周前开始育苗的番茄 现在的样子 菜友分享的 从专业网站买来的传家包种子 出芽率一般 三颗粗一到两颗 而我的番茄达人朋友 自己收的传家包种子 出乎意料的好 导致因为太密 都有些土长了 不过不要紧 我忙完这期节目就分苗 最先出苗的超铁一白 已经长出真叶了 记得一旦幼苗破土 就需要放在光照下 才能健康成长 如果不能解决光照问题 建议不要急着育苗 等到白天温度上升到17-18度以上 就可以白天室外 晚上室内 来让幼苗得到充足的阳光 并且不会被冻坏了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